嗨大家好我是Shelly 今天的影片是我的第一支Emptease Video 空瓶劑 你們看這一袋 我收集了大半年 超多 基本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用完這些產品 使用心得跟我為什麼會回購 或者是不會再回購的原因 這裡面的東西啊 除了保養品化妝品之外 還有很多生活用品 像是牙膏之類的等等 You'll see 我們先來說說他的悲慘命運好了 因為我這一袋我是一直放在房間裡面的某一個角落 我故意藏在Kevin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呢上一次我要從台灣回來之前 Kevin就想要給我surprise 他覺得他要把家裡跟房間打掃乾淨 讓我可以回來很開心的 面對很乾淨的家裡 他的誠意我有感受到我也非常感動 但就是好死不死被我瞄到 我偷放這一袋的角落 空了 我就故作鎮定的問Kevin說 那個原本放在那個角落的那一大袋呢 Kevin就跟我說 喔對啊 你為什麼要留大袋垃圾 我都幫你丟了 我就像一個瘋婆子一樣 衝去廚房的垃圾桶跟回收桶 開始瘋狂的翻每個東西 然後把它丟回去 還好順利把一整袋就回來了 啊 Things you do for YouTube 去翻垃圾桶 Anyway 在這支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先謝謝大家 在上一支影片 對我的熱情跟鼓勵 我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看新的留言 所以你們的每一個留言我都有看到 真的非常謝謝 我好感動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加油的 第一個產品是 Simple的 Micellar Makeup Remover Wipes 專門給敏感肌膚用的 但其實我平常卸妝是不太用這種卸妝紙巾的 通常是只有在錄影的時候 如果試色在手上的話 我才會用這個把手上的東西擦掉 所以我對Makeup Remover Wipes的經驗沒有很多 那我只是看網路上很多人都說 這個很好用 而且又是drugstore很平價的 如果用量蠻大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也還OK 擦完在手上不會有綿膩的感覺 味道一點都不刺激 感覺是很舒服的 所以我會再回購 講到卸妝產品 接下來就是這個 Bioderma的Micellar Water 這牌子的卸妝水超有名 它是眾所皆知的好用 但我買的不是粉紅色蓋子 我買的是綠色蓋子 裡面瓶身是藍色的 因為粉紅色那一瓶好像是給乾肌 或者是敏感肌膚用 我那時候上網查 好像說混合肌膚比較適合這一瓶 但我覺得用起來其實都差不多 他們的感覺我都非常喜歡 這一瓶的卸妝功能 無話可說 用起來皮膚也沒有不適應的感覺 或者是長痘痘的反應 所以這一瓶是我已經用掉 不知道第幾瓶了 我一定會繼續持續購買使用的 再來是兩個日本牌子的牙膏 我乾脆就一起講好了 這兩個都在日本藥妝店買的 藍色這一條是寫 to be white dental paste premium 它是標榜可以美白牙齒的 但是說真的我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味道也算是OK中和沒有很大的 薄荷味的味道 就是用起來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所以這一個我不會再買 但是這一個呢 是標榜要用的牙膏 之前好像聽我媽朋友說 它是專門給 預防牙周病或者是牙周病患者使用的牙膏 你刷完整個牙齒是色的 不像用平常牙膏刷起來是 滷滷滷的那種 一開始會有點不太習慣 然後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但其實那個澀澀感過一下子就沒了 沒了之後反而是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會覺得牙齒徹底被清潔 但因為它清潔力比較強 所以我也不建議每天使用 我覺得可能兩天使用一次 而且我只會在晚上使用它 早上我不會用它 非常好用 我們家每一個人都用它 只要有去日本就一定會買這個牙膏囤貨的 另一個生活用品是我的隱形眼鏡藥水 是不是超級軟的 它要搭配這一個 這個小罐子 自從用過它之後 我就回不去原本最基本的 扁的然後兩個蓋子轉開的隱形眼鏡和藥水了 它的用法是你把水擠到這個小罐子裡面 它這邊有一條線 把水擠到線的高度之後呢 把隱形眼鏡各夾一邊 它上面有寫left eye或是right eye 夾完之後呢 把它放進原本的水裡面 然後轉緊 這個水就會開始冒泡泡 感覺上很像在消毒你的隱形眼鏡 因為我都帶月泡的 所以一定要用這種過夜 才會讓我覺得隱形眼鏡有徹底被洗乾淨 它的優點是可以讓隱形眼鏡變得非常乾淨 隔天帶起來會有一種帶新的隱形眼鏡的感覺 缺點是 只要你一放進這個水裡面 你一定要給它泡超過七個小時 才可以再重新戴上這個隱形眼鏡 不然你的眼睛會非常刺痛 它上面是標榜 Triple Cleaning Action 所以三倍的清潔功效 然後最主要是它可以清潔蛋白質 所以對眼睛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我已經用掉好幾罐了 它是我生活必需用品 而且你每次買一罐新的 它都會附送這個盒子 所以每個月你都可以用新的盒子 比較衛生的感覺 接下來是這個 Riogeo的Rosarco Milk Leave-In Conditioning Spray 用法是洗完頭 稍微用毛巾擦乾 還是濕的時候擠在手上 或者是噴在頭髮上面 它放在頭髮上的感覺是非常輕薄 Lightweight的 感覺上不會給你頭髮任何的負擔 但是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用過更滋潤的Leave-In Conditioning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適合夏天用 如果現在是冬天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再回購 因為我頭髮算比較乾 所以我覺得 對我頭髮的幫助 沒有非常明顯的改善 但是我不介意夏天用它 因為它的味道 加上它在夏天 種起來是舒服的 Brazilian Boom Boom Cream 這個身體乳液超香 而且它的名字好可愛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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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造型也很特別 我那時候要買它之前 看到它的容量想說 這麼少應該一下子很快就用完了 但是沒想到它的質地算是蠻稠 蠻好推的 就你用那一點點就可以塗到整個手臂 睡覺前塗它 你真的會覺得 你是一個睡美人 我用只是太誇張 但真的 因為它味道好甜喔 如果不喜歡味道太重的人 一定不會喜歡它 但我自己個人不太介意香味 所以 好香喔 重點是非常保濕 雖然我的臉是混合性肌膚 但是我的身體是非常乾的 就是 如果今天我塗任何油在身上 是會立刻被吸收的 所以我的身體乳液都是需要很滋潤型的 這一個 我OK 真的 我應該會再去買它 但是 以身體乳液的價位 我覺得它不算便宜 剛好 快要Sephora sale了 所以 yes NARS的 Gentle Oil Free Eye Makeup Remover 我覺得算是一個 蠻冷門的商品 當時我會買它 是因為 在Sephora是那種 Liquid Lipstick的顏色的時候 Sephora的卸妝液 怎麼樣都卸不掉 那時候店員就 推薦我說 你可以用NARS這一瓶 所以跟Sephora的一相比起來 NARS這一瓶就顯得 好用非常多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那我就買它 試試看好了 結果買回家之後 我覺得它完全 沒有辦法跟 Lancol 或是Loreal 或是Dior的那種卸妝油筆 它遜色太多了 因為如果我用它卸我的 Waterproof眼線液 或者是Mascara的話 我真的需要對我的眼睛出露一點 才有辦法完全卸乾淨 所以這個東西 我絕對不會再回購了 它真的沒有那麼好用 Body Shop的White Musk Rotion 這個乳液也超香 它的香是可以 Blast一整天的那種 就是會讓你的皮膚 一整天都透露著微微的香味 但是它的保濕程度 絕對沒有這個 Boom Boom Cream這麼的長 它算是真的非常輕薄的乳液 我擦完身體會覺得 好像完全沒有擦乳液的那種感覺 所以很適合夏天我不想要身體太油太滋潤的時候擦 又可以微微透露一個香味的 身體乳液 Body Shop所有的香味氣息裡面 我最喜歡這一瓶 White Musk 現在冬天應該不會再買它 但是我明年夏天一定會再買它的 如果 如果你們晚上有要去約會的話 記得洗完澡一定要擦這一瓶 這一瓶是Kevin或者是他男生朋友 我都覺得很香的一個味道 就我覺得蠻safe 然後蠻不會儲存的味道 記得 Living Proof 的 Restore Mask Treatment 這是一個髮膜 因為我對頭髮很摧殘 就是我會漂啊會燙 潤髮乳對我來說是不夠的 我通常洗完頭我一定是用髮膜 才有辦法完全滋潤到頭髮 所以上一個VIP Cell之前 聽到好多人都說這一瓶很好用 效果很好 我就也買來試試看了 Living Proof 的頭髮商品 也都算是蠻有口碑的 但是用完它呢 我的感覺就是還OK 我用過更好用 因為我用過那種洗完 會讓你頭髮很柔 吹頭髮的時候也都不會打結的 但這個是你一定要放上 5到10分鐘以上 你才會覺得它好像真的有 進你頭髮裡面的感覺 就如果我放完這個髮膜 我可能洗澡3分鐘 5分鐘以內我一定會洗完身體 但是那時候把頭髮沖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像 頭髮還是沒有太滋潤的感覺 我會想要再試試看其他牌子 像是Briogeo 或者是Salon品牌的髮膜 所以這個我應該目前不會再回購 但是這一個 Bumble and Bumble Dry Oil Finishing Spray 這一個東西 我跟你們講 你們一定要買 它是我之前在愛用品裡面說好用的這個 髮油的噴霧版本 所以在晚上洗完頭 吹頭髮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髮油 但是隔天如果我要用捲 或者是吹完頭髮做好造型之後 一定是用這個噴的 因為用噴的髮油 不會影響到你原本做造型的捲度 或者是直度 它不會讓你頭髮變塌 但是它完全可以達到保濕你頭髮的功能 會讓你頭髮變亮變順變軟 就它有所有這個油的功能 但是是噴霧的版本 而且它有可以防UV傷害 所以我其實是有買一瓶給我媽的 因為我媽很常打高爾夫球 會長期曝曬在眼光下 所以我就跟她說 打球之前你一定要噴這個在頭髮上 頭髮才不會太乾 而且又可以保護頭髮 這一瓶我一定要買個什麼兩罐來庫存 因為我頭髮比較長又比較多 所以用量也很兇 Blam Glow的三個面膜也都用完了 這三瓶是我去年買的聖誕組合 他們那時候是推出這樣子的組合 因為白色這一瓶SUPERMODE我已經用掉超多罐 我那種想說 竟然同一個價錢 然後又附送這兩瓶 好像帶出國用的時候也蠻方便的 黑色這一瓶是帶有一點顆粒感的 在洗掉的時候要非常小力 不然會有一點痛痛的感覺 這一瓶藍色的是保濕的面膜 這一瓶我超愛 我已經買了它正妝的size 因為我這一瓶用很兇 這應該也是我用掉的第二罐吧 我會把它拿來當晚安面膜 隔天早上起來皮膚超滋潤 如果是黑色跟白色這兩罐比起來的話 我一定是比較喜歡白色這一罐的 因為這一罐對我來說其實就是去角質的功能 沒有什麼太大太特別的感覺 但是這一瓶真的是我的Holy Grail 塗上整臉等它乾之後 你會看到特別有的T字部位 會有一顆一顆的好像被吸出來的油跟髒東西 看了非常過癮 雖然剛剛塗上去的時候會有一種刺痛感 有時候會真的痛到我覺得眼眶泛淚 很過癮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這麼刺激的感覺 但洗掉之後再敷個保濕面膜 隔天皮膚超好 尤其是在我今天期來之前 或者是夏天的時候一定要用它 它真的是我的必需品 椒藍的眼霜 價錢不便宜 然後我覺得效果還OK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我沒有看到太明顯的改善 所以應該是不會再回購 Body Shop的茶樹精油 是我會固定擦在T字部位來預防痘痘 或者是消炎痘痘 雖然是我用過製痘痘商品裡面還不錯的 尤其是如果你剛擠完痘痘 還是在發炎紅腫的時候 擦它真的消炎效果很好 所以之前Body Shop打折的時候 我一次就買了六小罐 好像這整袋裡面只有兩個化妝品耶 而且還是一樣的商品 都是眉筆 一個是Anastasia的Brow Wiz 顏色是Chocolate 一個是Dior Brow Styler 顏色是... Universal Brown 1號 這兩個都很好用 我都很喜歡 不過如果要很picky的話 Dior這一支 剛打開的時候用起來很軟很順 超好畫的 但是用久了之後 我覺得它會比較乾一點 比Anastasia再乾一點 不過對我來說這樣子都算是非常好用 我還會再繼續回購 First Aid Beauty的Ultra Repair Cream First Aid Beauty的東西好像評價都蠻好的 因為好像蠻天然 算是沒有任何香料的保養產品 我看好多人都買它來擦臉 所以我想說那我也來試試看好了 殊不知用它來擦臉之後 臉上大爆痘痘 因為對我皮膚來說完全不夠保濕 導致我有水失調 然後就長很多痘痘 後來再擦回我原本用的cream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剩下拿來擦手 超好用 它擦手一點都不油膩 尤其是如果我剛喜歡玩 很快就被吸收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擦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那種下面是粉紅色 上面是全透明的 專門拿來製痘痘的產品 上面寫了Do Not Shake 所以很多人會不自覺想要 把它們兩個這樣混在一起 可是其實它最好的方式 是你用一根棉花棒 沾到粉紅色之後這樣抽出來 因為聽說好像透明的那個液體 才可以activate粉紅色的功能 你這樣擦起來才有用 如果你混在一起好像就 效果不會這麼好 擦了這個隔夜 它馬上就會被吸乾 然後痘痘就會馬上平掉 但我沒有這個感覺 有痘痘擦了它之後 隔天它還是在啊 我反而覺得我之前推薦的 Peter Thomas Rock的Complexion Pads 比這個還有用 所以這個我應該不會再回購 Cicely的全能乳液 這一瓶我用掉好多罐了 之前我固定的routine是我晚上會擦 海洋Lana Lamere的creep 但是白天擦Cicely這一瓶 自從開始做YouTube之後 我就覺得我好像要開始 跨出我的comfort zone 開始嘗試更多不同的牌子 所以我現在在用的是 Kiehl's Ultra Facial Creep 如果老實說我覺得 Kiehl's一點都不輸Cicely 雖然他們的價位完全不能比 Cicely還是很好用 但是Cicely的價位就是沒有那麼吸引人 我以後一定還會再買它 但是現在在用的Kiehl's我也覺得很好用 最後一瓶是Kiehl's的 Nightly Refining Micro Peel Concentrate 好像前一陣子他們主打很兇的 什麼禮麥換膚 剛開始我用第一瓶非常有感覺 我就覺得那一陣子皮膚好像特別穩定 經期要來之前也沒有長痘痘 而且沒有任何的刺痛感 所以我非常喜歡 我用完一瓶之後我又再買第二瓶 我覺得皮膚好像就免疫了 居然沒有任何的感覺 經期前還是會長痘痘 然後皮膚的那種穩定感也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要隔一段時間用才會比較有感覺 太頻繁接著用反而就失去它的功能了吧 所以我對這一瓶的感覺是 如果之後會想起來 或者是我剛好需要一個新的serum 很久沒有用它了 我可能才會再想到它 目前應該是不會再回購了 好!這就是我這半年收集所有的空瓶 希望有幫到你們 可以讓你們找到屬於適合自己膚質的產品 或者是剛好正在決定要不要購買的產品 也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個video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like 然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一個video見 掰掰